杜苏睿与炸南区复理香 除了解除二奇稻作缺水的问题 复理香农会则是一则以洗一则以忧 开心的是这次台风无风但水多 全面滋养六十十山金针农作物 不过对于稻草艺术园区的稻草福星等作品 由于多数以自然材质做成的 连续泡了三天的水 农会总干事张淑华就担心泡水成伤 而上午也紧急调派小怪兽来输沟引流 朱苏睿台风大雨雨炸复理香 除了解除二奇稻作缺水而可能修耕的问题 六十十山上濒临干枯死亡的金针 也在台风大雨中获得滋养复苏重生 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是没有很大的风 那没有很大的风的话 加上说我们的水道插秧的 还没开始正式的大量的在插秧 只有少数几位农民插秧了 所以这个比对于水道来讲影响不大 但是呢对我们的六十蛋餐 缺水的状况是有结合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度酒汉少雨 跨离南区集水区水源不足 因此杜树瑞裁风的大雨 缺水问题一扫而空 然而一连三天的大雨轰炸 不仅农民农会总干事张树华 不免也忧性了起来 因为农会稻田艺术园区内的稻草 或竹边动物作品 由于积水未退也跟着泡了三天的水 又急又担心了张树华 今天一早赶紧请小怪兽 疏通引流来抢救这一群动物们 毕竟我们这些园区所有做的素材都是天然的素材 就是我们在地的树枝跟我们在地的稻草 如果继续有风来的话可能就是会有回省的状况 那泡水的话三天泡下去的话 我想稻草也会不烂 树枝也会不烂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准备说 用怎么样的方法赶快来抢救它 因为雨量实在太大了 积水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海水的工作 张树华指出复理箱一期稻草 已经在7月20号就全面收割进舱完毕 而二期稻草也才刚要整体插秧 因此杜树瑞台风来袭 并未造成农田水稻的灾害 而风沛与量反倒是一节汉象 而至于稻草艺术园区作品泡水问题 农会也先行引流处置 待风雨过后再做西部检查 总干事张树华也期盼一切都能平安无事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